这里就是佛陀的父亲静范王和母亲摩河摩耶夫人的双塔 这里是加皮罗维国的东门 当年谢达多太子便是从这里出发 踏上了成佛之路 现在的这片田园风光 就见证了佛陀这段旅程的第一步 静范王也有翻译成白定网的 它的原名翻译过来就是纯净的稻米 可能是因为这块区域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静范王的三位老弟也分别是以范王命名 白范王、胡范王和甘露范王 佛陀的母亲摩河摩耶 是居立族天壁城善绝大王的女儿 我看过星云大师著的佛陀传 其实这两个家族是世代通婚的 静范王和摩耶夫人本身就是表兄妹的关系 摩耶夫人婚后二十多年没有生育 直到菩萨呈白相入胎 在蓝品尼一园由妇人幼泪而出 摩耶夫人于七天后去世 生入刀里天 静范王去世之后 佛陀和他的弟弟南陀 堂弟阿难 儿子罗侯罗亲自为静范王抬关 佛经上记载 后边四大天王深受感动 一起去帮着抬关 他年轻人了 我去世之后 他说是他帮助之后 我跟他说是一位 他说是一位 本人的福音 他说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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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一位 谢谢观看